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补齐以后上面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多大 这般齐长远就把它拐掉了 拐掉也是可以的 比较厚实 打完以后它这边拆边 总之它是一个 对 那边还没有接上 对 这个接上 对 就这时候我们看到黑旗的起诉是很快的 我们看到白旗当然非常结实了 已经三角在握了 就怎么样化解中国流是一个 这时候是一个课题 正常的思路是先从这地方清分 从这地方清分 我估计它会从这儿拦过来 全力的扩张上方的中国流 由于假如这两个交换完以后 白旗再进去了 当然你也肯定是能够进去了 就不可能说是走死什么事 但是有了这个字以后 你一定是以后进去的话可能会吃苦头 所以说实际上马斯特就选择 直接一步到位 把你的中国都直接把你的模样先搞定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法 这个下法我暂时搞不清好坏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心意 我们看一下 白旗是直接挂到里面去 对 挂里面去 这时候 学们看到你肯定是不能退让 你退让它如果活了 很轻松活就肯定不行了 中国什么都搞不到了 所以一定要坚顶 它的希望是白旗长 黑旗回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正常的进行的话 第二白旗是一定要拆三的 所以这个引体现在被黑旗夹住了 所以说坚顶的话 白旗长的话 黑旗是满意的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白旗是飞在这里 对 飞非常的灵动 飞也是有很多高手下过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事业冠军 罗喜和 罗老师 对 罗老师经常会下飞 但是团的时候一般他会选择退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他会选择退完以后 做一个轻处理 然后再起转到左边 但是这盘棋是不能选的 这个棋肯定不能选 因为全部看这地方已经有个挂脚了 如果这时候你选了一个铁壁 黑旗一个很淡定的猜耳 我觉得白旗的后视全部看 是不是就哭出来了 你在搞什么 这个场合肯定是不行的 据说飞完以后 当时看齐的时候没有搞清楚 Master到底是想干嘛 因为挡肯定是正常是不行的 我们去看看 你在这地方跟黑旗肉搏 我觉得完全是不理智的 四周都是敌军 就挡是不行的 长行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 Master这时候下的非常的飘逸 对 我们来看下一步 他就靠在这里 基本上算是一步天外飞行 我觉得 对 显得非常的漂亮 对 他的想法就是 以后我们再告诉大家 先来看这个实战 黑的斑也是没有问题的 陈阳亚下的是非常中规中矩的 陈阳亚的棋风应该也是比较中规中 对 他也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棋手 非常的有内力 我们看到下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还没有想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我简单地给大家分析 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看到是不是黑旗的模样 已经不成形了 特别是我们把这两个子在白上 说实战 他在把这个左边又给你清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黑旗反正 总而言之 就没有什么大块了 我们看的是这个局部 局部而言 很多高手们会觉得降噪器被搬住 肯定很损 然后我们先把子挪在这里 就是如果是冲出去的 请我们想一想冲跟搬能差多少吗 我觉得差的不会特别多 应该是对的 冲也有冲的好处 如果我们假定是冲的话 这个旗就好判断 让我交球门一招 就是我们把这两个子先拿掉 把这两个拿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 是不是黑白旗就完全可以接受了 它只是普通的手脚 其实我们这边清削它 它手脚让我们清分一下 顶了猜 顶了夹鸡 就非常的正常 唯一损的是这两部 这两部确实我们看到这个脚上 把黑旗装得比较结实 但是这两部 我们再来看这两部 这两部不是损 这两部便宜 这个白旗应该便宜了 这明显是便宜了 如果这时候你去点 人家绝对 谁有那么好的脾气 我什么还要加满 我肯定就压过来了 是 不可能去接的 至少我抱持也敢 往外长也敢 不可能去接这的 所以其实你把它拆开来分析的话 其实这地方没有想象中损了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你搬也有搬到 比如它跳过来就有断 也有搬到损的地方 就是它局部 它是模式有一点点损失 但是它全局 我想说是Mazda的全局 它这样的话 它先手就把你的中国流的模样轻松下 这时候你再逼过来 我们看到意思就不大了 它这已经把你压缩了 所以非常的快速临动 它的起 现在白旗是就到下面肩顶 对肩顶 夹击 对 所以商业也没有选择再拆了 他也知道再拆子销不高 但是你不拆了 Mazda就拆了 它拆完以后就彻底没了 总之这个模样也彻底没了 然后你从这下来 其实局部黑漆还是下得很漂亮的 我们可以拿来用 这时候白旗是不能抵抗的 如果你强行顽强的话 它有了这个靠 就有爬 直接有加了 它一加就要崩了 你这个不能被吃 挡的话 这个显然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我先不说里面到底谁死了 你整个收气你也受不了 嗯 据说它只能是忍耐 来看实战 我觉得最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来给球门看一下 然后忍耐 对 就很多时候忍耐完以后 它的局面是乐观的 嗯 然后它点完以后继续的补强自己的拆二 嗯 点在这儿 关键是这样的话 球门看到这个扳就成为了一个隐患 嗯 什么隐患呢 这时候肯定不如冲 嗯 因为它扳的话 以后从这跳过来的时候 在下一步这一个切断 你虽然能拍死它 踏二路一扳你挡不住了 这地方就逃 嗯 这个脚就变成白旗了 如果跳你还要补一手的话 你始终明显不如冲 嗯 就是它这些子 它看起来有些委屈 嗯 子效不高 但是它这条是暗藏杀机的 如果你在这儿 我相信Masker就不会这么走了 哦 它拆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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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第二个这个一定不会下了这个肩 它肩完它是彻底的走后自己 因为它这样的话它撞伤就会起 如果以后出这个棋了 嗯 这是一个很深谋远虑的下法 嗯 这把棋就拐下来 你看它就跳了嘛 它已经是 就瞄着那个 对瞄着这了 我觉得最后 这半棋也是这个地方 出了问题是吗 就是 下到棺子的时候 这个地方被白旗出棋了 哦 棺子那块出棋了 出棋以后导致了 呃 使控的 拖后 一起点脚 对 看起来其实这地方是非常痛快的 好像黑旗 嗯 黑旗 全阳也点脚继续抢控 全阳也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抢控的棋手 这盘棋Master 是不是也有点跟他一起抢控的意思 对 这盘棋Master 白旗这几盘啊 有中间有几盘 它它一直都是这个实控站员啊 这个顶也很有特点 其实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个顶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顶是一个常见的手法啊 正常黑旗会一定会挡 嗯 像这样 我们看到如果是现在这个局面像这样 嗯 呃 我相信大部分前我们都会 举手站成白旗 嗯 黑旗是不是太重复了 嗯 所以其实走这种旗 呃 最大一点就是看这边啊 如果这边黑旗 就像现在要是一块钢板的话 你就 可以赶紧把它都走了啊 如果这边比如什么一个 只有这一个字 你就千万别走 因为你有打入 你有靠近他 嗯 你还给攻击他 就很简单 现在当你还攻击黑旗吗 嗯 对当然都下掉了 实际上那个 乔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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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下来了 然后拐式决先 然后黑旗整个脱脚 嗯 对然后白旗拆边 嗯 然后黑旗打路 对这个时候我们给 请我们简单判断一下 就是加上这个时候 呃 你只看一眼的哈 觉得这旗旗非常接近 我们简单判断 这边下面大概是12目前 嗯 然后这是6亩18亩 我们看到这呢 大概是7 8亩 9块7大概有10亩 嗯 想要有28亩 这地方 这个暂时不算吧 毕竟暂时还是黑旗的 以后是5黑旗 6 7亩去 黑旗大概有35亩 我们来看白旗 这地方大概8到9亩 这地方是一个标准的7亩 呃 9加7是16 那上面是5亩 16加5是21 嗯 这地方大概有5亩 白旗大概25亩左右 黑旗35 这时候一看 其实形势是非常非常接近 因为这个字肯定是杀不死的 嗯 可能以后 我们看到攻击 可能都不是特别害怕黑旗 嗯 很容易活 嗯 然后这边多少看起来还有一点潜力 就是像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 似乎好像 呃 黑旗看到了一些希望 至少感觉形势不差 嗯 然后我们来看下部旗 我觉得下部旗是决定性了 呃 像下部旗后浑身就不痛快了 黑旗啊 这个旗是吧 对对对 这部旗是决定性的 因为它点在这以后 呃 我们就会看到呢 呃 黑旗非常非常难下 因为黑旗忍无可忍了 首先 你不可能走这儿啊 前面说你走这儿不就安全了吗 我们知道 本身这个旗旗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情况下 你再去下一些这样的旗 比如说它就算这样压过来 嗯 你的所有的潜力都化为乌有了 你的时空优势不到实木旗 再滑下贴木旗 你把所剩无几 如果中间一旦后包发生变化的话 呃 白旗就要反超你了 嗯 其实它不能下这条旗 肯定不能忍 拖鞋肯定不行 被断开了 嗯 所以它只能从这寻求突破 我们来看实战 对 它一个连续的套招以后呢 黑旗只能分离反击 当反击完以后啊 这个旗 白旗就占据上风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来看这部旗啊 白旗的50是确实我觉得接盘旗非常的有味道的一手旗 嗯 它等于上下有两个杀招 一个是这个点 嗯 由于这地方有断 黑旗都捉不住白旗 这个呃 全阳叶应该是想要再 对 他只是先手 他只是先手便宜 他用这个顶时决先 他吃不住白旗 这地方马上气就不够了 就黑旗白旗一挺 如果没有这个当然可以了 我们继续照它估计差不多了 哦 这个黑旗是先退了一下 嗯 由于这有 对这有旗 它不能强行发力 它只能是 就是补一手 然后这时候 这个白旗出去 哦 那这样的话白旗就飞出来了 对 出去完以后呢 为什么说这个旗 我说出去完以后 这盘旗好像白旗就明显优胜了 我们再最后再给全部最后看一眼 这地方大概也还就你十木也没有了 只剩六七木了 加上面那十八木只剩二十五了 关键这个地方没有木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白旗非常的结实了 它以后一段你只能吃 它一般你只能委屈的冲下来 它一挺挺进去 我们俩谁多都不知道了 如果这地方没有木的话 黑旗只剩下二十五左右 而且中间我们看到还不活 黑旗还得划手齐去去走 所以上面这个关子一定被白的走 你必须得先补这 这样的话白旗虽然全局也只有二十五 但是已经够了 因为你也只有二十五 就是盘面是平空 对你的贴木就非常困难 这还有快孤旗 对你还得划手齐走 而且这个我们看右边这个子 虽然它暂时捉不住你 但你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了 对他不杀你就不错了 将来出来也是一块孤旗 一定还会被欺负 对 所以下到这个飞的时候 这半期就是马斯特明显领先了 而且蒙基奇我们回顾一下 主要是这部期 其实这部期非常非常的有特点 结果五十的稳章稳达 他彻底把这块鞋走后 后有上下两个杀招 暗长杀戒 虽然在绝对局势上看起来 还是平衡的 当他一出手的时候 好像黑棋这个棋就落后了 同而是总结这盘棋人 非常的到位 好 那这盘棋人我们就摆到这里 下期再见